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洛亚报道 分析 中共军中清洗远未结束 现护咬乱象 卷入被查传闻的中共战略支援部队司令 拒前生日前现身 同期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小军 被撤销政协委员资格 学者分析认为 中共军内大清洗已出现护咬乱象 习近平制造人人自危的局势 但无法解决自身的统治危机 1月29日 曾传被查的战略支援部队司令拒前生 现身中共军队在京全国人大代表第四视察组 赴贵州集中视察座谈会 对此 有港媒只有辟谣之意 但多家入媒删除报道 与拒前生同行的退役上将郑卫平和洛源 都是50后 已退役几年 拒前生作为现役上将 1961年生 他与两名退役上将一起以人大代表身份同时露面 令人联想他是否已提前退役 去年以来 火箭军前司令员李玉超上将等一大批出身火箭军或装备系统的现任或前任军方高层 做事出事 当中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还波及一批军工老总 吕傲自由主义学者袁洪斌上个月曾公开爆料称 体制内知情人透露 这波中共军队高层大清洗 是因为拒前生被抓后认罪态度特别好 交代得特别彻底 习队火箭军和相关的军方系统的大规模整肃 源头就是拒前生的交代 袁洪斌2月2日向大纪元补充说 当局对这桩大案的清查远远没有结束 还在进行当中 拒前生交代了太多东西了 就包括互相怎么开玩笑 触及到习近平等等 他都全部交代 所以拒前生实际上给习近平立了一个大功 他被轻轻放下放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同在1月29日 全国政协宣布撤销王小军的 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王小军现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 兼党委副书记 就王小军最新出事的问题 袁洪斌表示 现在中共军队内可能出现文革时期 中共在内蒙古整肃内人党一样的事件 估计一批将领被抓后 互相乱咬 争相供出别人 所以这波大清洗 最后会扩展到什么程度 牵扯到多少人 现在还不知道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一 2月2日对大纪元表示 习近平原来通过军改 把将时代的那些人全部换下来 换上自己的人 像火箭军前 司令李玉超 国防部前部长李尚福这些人 都是习自己提拔的 冯崇一认为 习的军改几年前就已经完成了 问题是 换上来的这些人 也不忠诚或者不绝对忠诚 现在整个官员系统躺平 对习表现阳奉阴违 这是新的官场生态 因为习近平专权 用反贪腐运动使人人自危 很多军头受到打击 其他军头也无法忠诚于他 他也无法真正建立他的威信 近年将领不断落马 但基本没有进入公开宣布被查的程序 常见的表现是突然失踪 即便被宣布免职 之后也没有下文 冯崇一说 这就是极权复辟的特点 中共党魁就像黑社会的帮主一样 随心所欲 有时他故意做到招令膝盖 让底下的人摸不透 让人觉得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中共退役上将刘亚洲 早在2021年就传出被抓 随后又传出涉贪腐被判刑 但官方从未公布 冯崇一表示 他相信刘亚洲被抓是真的 因为刘亚洲当过国防大学政委 在军队中影响很大 刘亚洲当年曾经放低身段 在报纸上发几篇文章 吹捧习近平 就是为了换取习近平对他的信任 让他可以进中央军委 结果习近平把他和刘元 刘小江 就是军中三流 全部让他们提前或到林退下来 刘亚洲不到65岁退休 所以不服气 后来在底下有一些活动 底下那些跟班找借口 把他抓起来 现在不了了之 但是他被抓起来是千真乱雀的 袁洪斌也表示 刘亚洲被软禁是事实 习近平肯定不会放过他 因为他直接和习近平 要发动台海战争的基本战略相冲突 习近平怎么能容他 袁洪斌说 习近平不但在掌军方面 遇到了重大危机 在内政外交方方面面 特别是经济上的危机 也越来越大 在内外交困之下 他还不断加大党内整肃 使关心动荡 现在官员在私下场合骂习 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